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不仅让很多网友质疑到中东局势,现在是有一触即发了吗?有专家表示,美国已进入战事状态,恐怕即将就会出手,而伊朗却一直将精力包在叙利亚和野门上,所以这次算是彻底灾了。 对此,由俄罗斯专家指出,俄许两国生在这一问题,将坚定站在伊朗这一边,这次不再忍让,或将随时为其打响第一枪。 其实,早在美国出兵伊拉克前,就开始资助库尔德武装分子。 在最近的叙利亚内战中,以及伊朗封索哈峡上,更是加强了对库尔德的军事援助。 据了解,在美国的援助中,不光有普通的M-16步枪,投射反坦克导弹等,甚至还提供了哈马军车,M-1AE主战坦克这些重武器, 一夜间让库尔德武装实力大增,丝毫不惧伊朗正规军。 美军的哈马战车要知道,哈马战车和M-1AE主战坦克,都是美军的明星武器。 在海湾战争和后来打击恐怖分子,这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首先,哈马战车是美军是实现快速反应机动的法宝,中东地区往往多沙漠和山地。 但是,这款战车,稳定性非常好,很少出现事故,哈马战车防御能力并不突出。 但是后来经过升级,抗击7.62口径子弹还是绰绰有余的,哈马战环,又一优点。 就是车上大概有许多先进的导航通讯以及夜市设备,便于再不利的情况,请求战机或者坦克部队的支援。 M1AE主战坦克比哈马更加出名,尤其是当年对阵伊拉克的T-72进行毁灭性的打击。 一时间震惊了世界,之所以M1AE能拥有如此高的评价,当然是离不开其性能的。 在防护上,车体和炮塔上均采用了复刻装甲,在同样的质量下,是普通装甲防护能力的三倍到五倍。 在坦克内部还进行了操作式,但要是,由两仓的隔板分离,有效地防护了车组人员的安全。 每日M1AE主战坦克开火,另一方面,就是M1AE主战坦克的火炮上。 所拥有的120毫米口径的主炮,可以在2800米举离山鸡穿重心保版,而且车上还加装为夜市仪器,和其他较转观察设备,打击精度也非常高,受发命中率高达95%。 总体而言,配备了汉马和M1AE主战坦克库尔德武装,战斗力倍增,给伊朗造成很大的打击难度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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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